杨成林晒与贺君祥王传一合照,15年后再次同框,网友,也轻回。 2月22日,杨成林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与贺君祥、王传一等人的合照,并表示,看到他们仿佛回到了拍摄恶魔在身边和幻幻爱的时候。 杨成林似乎越活越年轻了,这么多年过去了,样貌丝毫没有任何变化,相比贺君祥,脸上还是有一些疲惫,就连美颜也掩盖不住老态。 王传一则是更加成熟了一些,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感觉,看上去非常舒服。 贺君祥也晒出了三人的合照,并表示,已经好久没见面了,一聊就是三个小时,大家都非常开心。 对此,很多网友看到三人合体后,真是让人也轻回啊,这是不少80、90后的回忆啊。 那时候的杨成林被大家称之为可爱教主,人美歌田,红遍大江南北,而贺君祥的绰号叫小美,两人曾多次合作过偶像剧,当年很多人都在嗑这对CP。 王传一这两年的作品也不多,现在活跃在娱乐圈的应该是杨成林,去年凭借浪姐二番红,与李荣浩的感情也非常甜蜜,算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了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